私壁畫就是我跟你講那個粉雕 私壁畫 我們去克爾諾戶也會看到那樣子 那因為看起來好像很立體有沒有 那因為呢以前不是所有的祖國都很有錢 它沒有辦法說真的雕樑畫動 它就會有種私壁畫的方式來表現 然後呢我手指的那個方向它這邊 一射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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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後面那個地方就是藥塞 前的那個什麼他們的貴族後面住在藥塞裡面 然後這邊就是老百姓住的地方 然後呢後面有一個比較高的那個那個石柱有沒有 聖母瑪利亞石柱在最上面 然後呢前面我說它有兩個守護神 聖瑪格麗的就是後面那個雕像那個地方 然後前面那個地方有一個綠色直直的那個有沒有 那是什麼你知道嗎 碰撲啊以前消防隊有沒有 去記下水 我們真的有客人有去弄真的有水 但是要很費力 這個是真的 當時有客人在那邊碰撲啊 消防隊有那個綠色的那個 他有個水桶在那個地方 如果他沒有鎖起來的話 你有信心你可以去一下一下看 但是真的很質疑 我說那個那個 可能燕燃應該是可以的 如果大以外應該其他應該會很累 那時候我不是叫你去弄那個碰碰啦 就在這個地方 大家好看一下 然後你看以前的那個建築 像我們現在有那個走廊 沒什麼兩步去的 以前呢 在世界史上的走廊 是只有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建築牌 現在看起來也沒進去 可是以前的建築要做成這樣 真的是很困難 那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小鎮 所以說就是有一些小賣店 不要去買那個 那都是大陸做 要不是東南亞來的 不要去買 那邊有個超時 他可能要用客 我不曉得它歐元不錯 如果他有說歐元的話 他可能會找一個人 今天應該是用不到 因為待會兒我們就吃飯了 所以這個照一下 走一下然後呢 5點15到餐廳 好不好 我到那邊幫你們 帶位置 好不好 好 好 請問客廊換的就是哪個 歐元 不是跟我換 明天到 到卡羅雅利換 找換錢的地方換 要拿歐元跟他換 對 拿歐元跟他換 好不好 拿歐元跟他換 那歐元怎麼比啊 你剛才說一筆 一筆幾台幣耶 克朗的話大概是 不一定 他是浮動匯率 大概是一歐元 大概是25塊 克朗上一下 要明天到那個地方 他有畫牌 你看了就知道 然後我會找一些不用手續費的 你們在那邊換 好不好 明天再換克朗 好不好 明天再換克朗 一筆二十五 歐元一筆二十五